平时几天大家热烈讨论的墾丁沙滩 被油气业者用洋伞占地为王的事件 现在也有网友爆料说 其实一年的权利金只要两千元 一个周末就让业者回本了 不过业者也有话要说 其实他们一年到头能够赚钱的 大概也只有暑假的这几个月 很多成本都得要自行吸收 并不是像外界所想的那么好赚 战浪海间广阔沙滩墾丁的美性 游客来度假 业者出租洋伞 方便游客遮阳一次三百元 可以租一天又有专人架设 却遭人批评 业者插伞霸占沙滩 网友po出墾丁沙滩及时影像 发现洋伞位置几乎没动 早上六点早上九点 甚至到了晚上十点 洋伞都被插在海景第一排 合理怀疑是出租业者的洋伞 占地为王 游客租了才能享受海景第一排的沙滩 插阳伞霸占沙滩 乱象传出后有人质疑 因为权力金太低 一共三家业者得标 每家得标业者涵盖二三十家 阳伞成租及水上油漆业者 以阳伞成租为例 一年权力金仅两千元 价钱曝光 网友惊呼一个周末就能回本 业者觉得委屈 三家业者给政府国库约四十二万 至少一年节省公堂约三百万 今年墾丁游客人数摇展 被形容是近二十年来最惨 消费过高 沙滩管理不当 负面消息 接连传出也让当地业者 以肚子苦水有苦难言 记者李安平屏东报道